词曲 李宗盛 不管是文戏还是武戏 我们都要这样练 我叫张景月 河北省河北邦子剧院的青年演员 我扮演的是宝莲灯当中的三圣母一角 她的面部表情 肢体动作 尤其是眼神和日常的人物的表演 有很大的区别 每天要对着镜子 反复反复的练习 你知道这个红船有多长吗 它有16米 这个中间我们还有棍 我们要练到 不能让观众看出来它有棍 我从小是学习刀马蛋的 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技巧 顾佳庄这出戏是我学的当中 最吃工的一出戏 翻身转身 翻身 翻身 破油 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破的全是 整个戏总共算下来吧 最少了真的是要练上上万遍的 我上戏 其实不管是文戏还是武戏 我们都要这样的练 我们行话也有一句话 叫不封膜不成活 走在马路上 就这个唱腔可能这样处理更好 我就狂若无人的 我就开始自己在那儿哼 或者是想起来一个动作 啪就来一个转身 就觉得这个转身加上了挺好的 戏曲行业的传承和发展 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呢 肩上的担子很重 我也做了很多的尝试 我自己也做直播 也发视频 发段子 有很多关于我们戏曲的化妆 服装 头面 就有很多这个00后的朋友们 就跟我聊天说 看到你发的视频 我好像有一种冲突 就想走进剧场去看一看了 我希望通过我们年轻人的努力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 喜欢戏曲 喜欢河北邦子 大家都觉得杂技辛苦 其实哪个行业不辛苦呢 坚持下去 我觉得收获和喜爱会更多吧 我叫王浩 今年23岁 练杂技有10年了 杂技讲的是惊险其难 有的时候会受伤 18岁那年吧 我自己也动摇过 想过离开这个行业 大概歇了有8年多 但是看到舞台上 我的朋友们在表演 就觉得自己还是挺怀念跟不舍的 然后我就又回来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 去非洲友好交流 其实我觉得后门都看不到我 但是我们演完了 所有人鼓掌 极力鼓掌 真的是让我 骄傲挺自豪的 因为我代表 中国 代表咱们河北 把咱们自己的文化 弘扬出去 我们有个老师 今年也是40多岁了 他正在台上表演 生活当中大部分时间 我们也是和老师 待在一起 从老师身上学到了 不仅仅是技术 更多的还有老师身上的责任 和他一直坚持的品质 我们也经常会带着师弟师妹们一起练功 更多的是希望起到一种带头的作用吧 其实现在杂技越来越多 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 去年为冬奥会排练的冬奥唱响 根据比赛的项目 加上我们的技巧 形成杂技剧 我们现在正在排练的熊安剑 演绎的是熊安建设工人 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国家大事里面 我想通过我们青年人的努力吧 在杂技当中加入更多创新的元素 用杂技表演好咱们河北的故事 讲好中国的故事 铁板浮雕是千锤百顿的一门艺术 我叫郭沃涵 是铁板浮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铁板浮雕艺术呢 它是用锤子和钻子 直接在一毫米厚的铁板上 反复敲打出来的一门艺术 像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它就是叫钻子 这个是我们锤断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像一开始呢 这个钻子它就是这么长的 但是我们经过日积月累呢 它这个钻子会越变越短 每个钻子上都有我们的时间的印记 那每一幅作品呢 都是要轮垂上万次 甚至是几十万锤才能完成的 这条与铁板打交道的道路呢 是父亲用三十年的行动告诉我了 什么叫做执着 什么叫做坚持 所以一开始啊 我学习锤子拿到手里敲一会儿呢 胳膊呢都会非常肿胀 好几天呢都抬不起来 一个地方呢 不是说咋满就行 要反复跌下 这样子呢 经过泡膜的时候 那在锻造的过程中呢 我们这个铁板呢 是非常坚硬的 就是为了能在上面砸出图案 需要用全身的力量呢 集中在锤子上 起初呢 我的记忆呢 并不是很熟练 有时候一锤砸下去啊 直接就砸到手上 把手砸肿或者是砸出血 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那铁板浮雕呢 那铁板浮雕呢 对于别人来说呢 它是坚硬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它是有生命的 跟着父亲一练 就是15年 在这15年里头 我砸废的铁板呢 不计其数 支撑自己下来的就是 除了对铁板浮雕艺术的热爱和执着 那更多的呢 就是作为传承人的坚守与责任 那在我心里呢 我一直有一个梦 希望让铁板浮雕更多的走向世界 那我现在呢 也是在我们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认教 我也是希望 通过非宜家高校的这种形式呢 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我们铁板浮雕艺术 那我们青年人 一专一瓦的去建设国家 就如同我们制作一件铁板浮雕的这个作品 需要用心用情 那在一锤一瓦中呢 锻造我们的人生 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 圆梦青春